今天的视频比较特别 在这里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完成对我来说至今最重要的一个展览的 那就是我在Alfred大学完成的研究生阶段的毕业展览 梦里不知深是客 这个展览是在两年前做的 对于我来说是对我当时的状况 心态 还有对艺术和材料的理解上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现在呢 偶尔会有朋友来咨询我在Alfred大学读研究生做展览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想这个视频大概也能让大家微微的了解一下 在美国特别是Alfred大学读书的一个大概的状况 当然在做一个展览之前 一定会在心里有一些模糊的预期 一个展览大概的要呈现的体量 氛围等等 我会习惯一边做一边把想法画下来 这样能帮助我确认一些想要的细节 因为陶瓷大家都知道 要去计算收缩率等一些问题 所以我习惯先把该确定的尺寸确定好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几个部分之间的尺寸出现问题了 当时呢 我们都是不间断的工作 非常辛苦 所以啊 画作品草图对我当时来说 已经变成了一种休息的方式 是我非常享受的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 最后呢 也把这些草图做成了我的展览海报 当然 在画这些比较精确的草图之前 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做了 这大概是我工作最勤奋的一段时间 现在想起来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课 其他时间都在工作室干活 而且呢 那个时候时间非常紧迫 我在做这些东西之前 其实是没有很多时间用来犹豫的 很多形状在我做之前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只能抓紧时间直接去做 但结果告诉我 这样的设计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 中文字幕 follow 请不吝点赞 许多呈三个月 我感觉没有很多时间 当然,过程中经历了非常多次的裂缝,塌陷,甚至炸窑等等 我想只要做过陶瓷的朋友大概都能了解 我打开窑门看到东西炸成碎片的心情吧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美国的陶瓷研究生都必须要自己烧摇 所以当时刚进学校的我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所有其他同学都是自己会烧摇的 所以我只能不断地去找老师和同学去问 慢慢地才开始对烧气摇自信起来 当然还有调配泥料,调配油料的工作也都需要自主地完成 所以要去读书的朋友可以先自己了解一下 到时候就会好上手一些了 当时第二年的时候 基本上就开始确定下来自己的风格了 也开始为毕业展做准备了 这个小隔间是我在学校的工作室 空间还是相对很大的了 我的展览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是空中悬挂的纸的部分 经过考虑呢 我决定用这种铁架子来固定纸 所以在展览前期就要去学校焊铁的工作室 做这些架子 熬了两天夜大概做出了40个左右吧 然后呢就是纸的部分 先用软件设计好图形 再借助雷射切割的机器切出来 这个大家看着可能挺快的 但实际上一次只能同时切割几张 对于我要的体量来说还是很慢的 但没有办法 当时也只能是花了两三周 守着这个机器来做 在展览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是确认我们的展览场地 然后设计最后的展览方式 我的展览有悬挂的部分 就更加麻烦一些 因为要100%的确认安全的问题 我要计算每个悬挂物的重量 以及我买的所有用于悬挂的配件的各种参数 当然包括前期要确定这种建筑上的各种安全规范 这个时候学校会有建筑方面的负责人 审核你的展览申请 确保你的展览计划是安全的 那等到你展览申请通过以后 你就真的可以开始实现最后的展览了 那从开始准备这个展览 基本上我就没有怎么休息了 几乎是一口气 从开始计划到最后展览 没有停歇过了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辛苦的 基本上天天都在熬夜 半夜两三点回家也是家常编饭了 所以呢 那个时候的照片都是一副很累的样子 那我怎么给自己打气呢 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靠吃 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早上 我都很认真的做早餐吃 也特别注重营养 因为当时身体的负担真的很大 所以补充足够的营养是特别重要的 另外就是早上做饭吃早餐的时候 我会清空自己的头脑 什么也不想 就单纯的享受一小段 安静的没有焦虑的时光 现在想起来早上那一点点的时间 就是我让自己的身体到精神 重新复苏 重新充电的时间 非常重要 要不然真的很容易被压力 弄得情绪崩溃了 大家可能觉得我说的比较夸张 但是我们当时的环境 确实是每个人都在非常卖力的 高压力的做作品 你能感觉到整个环境中的那种 又紧张 又带着某种期待的兴奋的那种气氛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怀念的 好的 说了好多 那我们看看最终展览呈现的效果吧 为了给大家留下更多的理解上的空间 对于作品本身的想法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大家有什么感受也可以留言给我 帮我了解观众对于我作品 最直接的理解和感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展览对于艺术家来说当然是很满足的 但是往往背后有很多别人看不到的辛苦 比如说对于我们做大剑陶瓷的来说 很多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存储空间 就只能把一些不太喜欢的或者是有瑕疵的作品直接砸掉了 大家看起来也许很心疼 但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也会对此习以为常了 展览之后 我把一些作品捐献给了我们学校的Career Develop Center 另外一些在伦敦的VNA美术馆展览 特别荣幸的是 有一件被选在一楼中国馆的中央位置展览 另外两件在四楼的陶瓷展厅展览 本来展期到五月份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可能大家不能再看到了 但是这次机会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好了 这就是我在美国做毕业展的经过了 回想过去有很多感触 但是好像也都呈现在了作品里了 也希望我的分享能让大家有些许的收获 那就这样吧 请继续关注我其他的视频